好,我们谈谈苹果 昨晚也是再破顶的 还有市值上 历史性达到3万亿美元的市值 投资界是很看好的 大家觉得有几个未来增长动力 除了大家在用的电子仪器之外 譬如说它的服务业务 或者有些AR、VR相关业务 甚至是苹果出车 你觉得这几方面综合加上破顶了 苹果又是否一种中长线值得吸纳的股份 我想苹果今年的主要趋发剂 是两样的 第一样是Apple Silicon 它本身的M1系列晶片 已经出到M1 Max 或者我们原本叫M1X 就是原本的代号 今年应该还是继续戴着的 因为其实看到的情况 就是除了广泛应用在旗下的Notebook之外 就是说的M1 Max 应该很明显是会有些 开始今年会有些就是 因为它本身在图像运算 就是GPU上面的运算能力是高的 其实是可以和我们另外一只 就是神股 AVIDIA出的晶片可以比美 所以变成了有机会会有一些 在譬如说AR 甚至乎之前去年都会开始 连你经常说的Matteras 元宇宙那些概念 上面应该会有多些不同的应用 另外一方面也很实在 就是已经很多人说了 就是他们会出一个在他们的Terms 叫做MR的设备 基本上都是和现在的VR眼镜差不多 但是估计无论在技术或者实际上设计 那一件本身的设备 可能甚至重量方面都会有些不同的 大家都会有期待 这个也是今年的出发制 至于说车会有声器 但是大家计算那条数 就不会以今年有任何动动 但是这个也是前景来的 所以变成在这两方面都是整体好 我想暂时的情况 除了本身公司有增长之外 苹果就是我之前也有说过 当大家都还要发觉 就是在加息的年代 你也是要买科技股的 你没有办法完全放弃的情况之下 苹果是唯一一种接近 唯一一种股价上面 是买不下手的股票 刚才说Tesla的时候 你也很明确地证识大家 就是hit and run 就算买的话 苹果你刚才说的那些 譬如MR 譬如GPU 譬如Apple Silicon 你都觉得是一个比较实质的 亦都对盈利前景是看好的 苹果的部署策略 会不会又是不同呢 反而是趁低吸纳呢 其实可以的 是 还有虽然就似乎情况 都是像今年上半年会中间有一个低位的 就是无论美股 以至科技股都可能会出现的 暂时大家也要计了 但是我觉得苹果即使昨天晚上破了新高 而且各方面好像很高追 但是我觉得买一点都是有需要的 就是你今年来说 叫做你有需要科技股 你必须要加一只摘仓 这个都没有 不是说到那么无奈 其实是OK的 就是我的意思是 你加一只的话都需要的 变成苹果如果以机构投资者的角度 就会 我们是不是都先买了 是 但是如果你说散户的想法 就可以 你本身如果有货 或者有一些科技股在手 那你就可能苹果等它 这一季有些机会回些的时候才买 那比较好些 我想希望有170元以下 是 另外策略上 都买入了就持有 就不要说见少少高就买 同意 是的 不是太需要 我暂时看 反而就是 最大的风险 就是今年所有科技股 包括Apple的风险 就是市场上 究竟第一次加息的反应 会有多大 这件事是不知道的 其实实际影响不会很大的 但是第一次加息的反应 会有多大 但是我自己对Apple 我觉得影响未必很高 始终它估值上面 就是你可能看 你觉得三十多倍 PE好像高 但是对比你美股 看到不少梦想股 那些根本就不是用PE 去计算 其实算是很便宜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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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